可以嗎? 好 同學們好 今天上課教的內容是 面對老害的時候 如何不要精神內耗 而且老害的重點 怎麼樣會成為一個老害 拿我們親身例子來舉例 首先 這個 稱呼確立 兒子啊 一開始叫兒子 平常他媽 從小到大也不會叫人家兒子 有事情的時候就叫人家兒子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知道重點喔 來跟我唸一遍 你拍的視頻不好看 教爸爸 爸爸是你的十倍 這句話講什麼 就是 貶低別人 抬高自己 老害常用的手法 貶低別人 抬高自己 然後我就教了嘛 教了之後呢 再來 待會 我把視頻 給你幫我上傳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姿勢點 老害的第二個姿勢點 他會習慣性的忽略別人 別人他媽 跟你教的那麼認真 還畫一二三四五的重點給你 然後你就忽略人家 別人講的話都是屁 然後跟你對話 不是兩條平行線啊 那麽不同張詞啊 懂什麼意思嗎 所以 忽略人家 這老害的第二點 這個 就讓大家可以學起來 你們想要當 專業老害的 或是家裡有老害的 看到跟你家人聊天 他這樣子 牛頭不對 馬嘴 這個時候呢 就要小心 他就可能是老害 我們老害 鑑定 然後跟這個 逃離老害的課程 OK 那我們就下一個 那我們身為優秀的兒子 我們對付老害 我們要怎麼辦 如果你用認真的方法跟他說 他不會聽 我們就只能捧他 養套沙 我第一步就先捧他 捧他之後呢 再來一次 又不如人家了 再跟我那一遍 貶低別人 抬高自己 OK 再往下沒關係 我們可以上課 可以上快一點 我們今天有點小耽誤到 然後再講到 因為舊的曾經也是騙癡 所以呢 這個影像處理呢 一分鐘大概是8000塊 但 不要覺得貴 這都是人家的辛勞 人家的設備 人家的專業 好嗎 好吧 騙癡 幫騙癡發個聲 幫騙癡發個聲 就可以曾經撿過騙 好 但是我也從來沒有收到過這個價錢 雖然這個是公道價 但是我從來沒有收到這個價錢 好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理所當然的 又是跳針 完全忽略 我發現 3點13分已讀 然後幾分發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不到 剛好擋不到 好 沒關係 反正 馬上 又跳針 先 講自己幾歲 然後再又說又有沒 又 又畫到姿勢點 貶低別人 抬高自己 又貶低別人 哈哈哈哈 大家記得 耳男聊天才會哈哈哈哈 不要什麼都哈哈哈哈 哈你老媽 知道嗎 不要亂哈 好 現在我們再往下 這是大概的 介紹 這個是公道的流程 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不一樣 大體上就是這樣 每一個流程呢 其實都是一個成本 這裡幫騙師發個聲 騙師真的很辛苦 大家剪片加油 尤其牛魚都用灌老闆 我們再繼續往下 又他媽跳針 跟你講什麼 你回什麼 叼你老木 叼你老木 OK 那我們 把我們的專業 我們跟老害對話要有一點 就是 他講他的 然後他不想聽你講的 你講的他也不想聽 所以呢我們就 大概就 要夾雜一些捧他的話 你這麼厲害你自己撿 你給我錢 我幫你做 再縮小 縮小 縮小 我們跳針 我們回復他的跳針 下一頁下一頁 OK 還有這個 自動 自動忽略 有沒有 自動忽略 這個 第幾個知識點有點忘記了 自動忽略 賺過大錢 大錢 大錢小錢 又是一樣 抬高自己 貶低別人 好我們就去縮小 再往下看 跳針 然後我們一樣也是 屁話 他屁話 每個人屁話 其實基本上呢 在這一步 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老亥結束對話 但是呢我們 秉持著我們的專業 我們還是要把流程告訴他 先匯款 然後檔案 影片 要過檔 然後實際 不要說付個錢就老大 那個 實際情況還是要加錢的 複雜 程度啊 特效啊 時間成本 OK 那老亥怎麼回 相信大家應該也知道吧 來吧 看一下 老亥怎麼回 自動忽略 只講自己想聽的 然後又 點滴別人 抬高自己 是不是 然後 我們一樣 我們也來自動忽略 跟老亥講話的時候要記得 心平氣合 不要被他帶節奏 他講他想講的 你講重要 這是救個匯款帳號 也是廠商也是可以匯款過來 好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大概是這樣 有沒有 然後 又在貶低別人抬高自己 有沒有 貶低別人抬高自己 然後 我們一樣繼續 這個合作信箱 歡迎廠商 然後再來呢 開始 叫他匯錢 他其實 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有看到 大家選擇忽略 那我們講到錢的時候呢 他就裝死啊 就裝死啊 這就是老亥的第五個 第六個特徵 總是想要免費 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 這裡牽涉到 這是一個 很有名的症狀 這症狀叫做 NPD 叫做自戀型人格障礙 他到這個時候 他會開始惱羞 然後他開始惱羞 一開始先情緒勒索 後來又 惱羞 惱羞了之後呢 就會開始詛咒 有沒有 因為他發現 對你的現在 還有你的過去 他沒有辦法 讓你 對你造成威脅 他就只能去 那個 恐嚇詛咒你的未來 OK大概是這樣 要尊重專業 好不好沒有人是容易的 大家剪片都很辛苦 有沒有義務一定要幫你 就像 父母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幫 小孩買房子一樣 雖然說大部分有 但是 我們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幫他 對不對 要嘛自己學 要嘛就花錢給專業的人來做 然後又來一個 又開始跳針啦 這就是老派必經的過程 其實這個 這個發生的時間都很快 但是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 主題解析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看 最後都是 所有設計 人員的心聲 想當免費宅 你不看看你有 多少的價值 對不對 你要當免費宅 你不如下面樓下 7 叫店員幫你 因為救哥當過超商店員 我也有幫過這種老害 做 做這種事情 呵呵呵 OK然後開始 大家講完了最後 無能狂怒 下一頁下一頁 無能狂怒 下一頁有點可怕 小心點 無能狂怒 把自己的老媽搬出來 老媽已經上天堂 今天5月20號 剛好他生日 所以我們 就換我們用情緒勒索 換我們跟他勒一下 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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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 但是他沒有理我 幹 還是沒有 好不好 好不好 就這樣就 沒有辦法 又沒這個兒子了 真的是 沒有辦法 縮小縮小 最後我們一個總結 我們一個總結 就他的個性在浪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 潛移默化的去改變他 畢竟是家人 對不對 而且 這個 收到錢呢 就六欣鼓勒 沒有辦法 大概這個知識點就講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最後的禮貌要有 還要需要剪片服務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 沒關係 自己加油 祝 頻道蒸蒸日上 不然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應該可以 恭喜發財 你要祝福人家 如果人家對你的惡意 那我們就用善意回應 這世界就算破破爛爛 但是也總是有人在瘋瘋瘋 大家知道 重點呢 為什麼 其實這麼多話 就是想說 就算你跟他已經 你已經成家立業了 自己買房了 沒有再靠人家 也不會被他影響到 但是呢 身為一個 我們還是有血緣關係 那我們 偶爾看他發發瘋 證明什麼 證明他還活著 證明他也還健康 雖然說心理不健康 但是我們 知道他還活著 這就是我們 能夠對他這個心理 最後的一絲 欣慰 大概是這樣 那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老害狀況 歡迎留言 這個老害系列的 第一集 也可能最後一集 沒什麼經費 就戴眼鏡有點暈 然後就沒戴眼鏡 不好意思 猥瑣 猥瑣 那個那個 叫什麼 斯文敗類的感覺 偷了一點暈 好 今天影片大概到這裡 大家再見 Amen